你喔 真的是是很麻煩的人 這麼說 我偏偏愛出麻煩 你是哪裡人? 新加坡人 不是 你是我台灣小孩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謝神君 我在聽到裡面飾演的是羅文堯這個角色 這個羅文堯是他的弟弟 那是羅家外面的流浪在外的私生子 是 大家好 我是王正復 我在天堂裡面飾演的是羅家風 在永峰集團的羅家的永峰集團飾演的副總 那兩個人算是第一次合作嗎 我們戲劇上是第二次合作 那個感覺有回來嗎 我不太希望那個感覺有回來 因為我們第一次合作就在去年嗎 去年 去年 對 那因為他很煩很吵 所以 對 所以我並不太希望 沒有啦 開玩笑 因為我跟他合作很開心 因為他 他就是開心果嘛 他就是很開心那樣 這一次我知道要跟正復合作 我之前就跟他說了 我覺得 太棒了 這一次的組合 不只我跟正復 我覺得所有組合 都是我覺得 拍得很開心 目前為止 大家都拍得很開心 我覺得真的是天道耶 這講起來會有點雞皮疙瘩 我跟宰哥認識十多年了 我們在新加坡的一個大型表演 大型舞台那種 第一次合作 第一次合作 後來回來台灣之後 然後常常在電視上看到他的作品 在國外就看到了 後來就常常看到 然後我們很多不同共同的朋友 所以我一直有耳聞 宰哥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那他也常常聽到我的名字 那直到去年 我們終於有機會 一起合作 那沒想到 那一合作的情況之下 好像是 天雷過洞帝國嘛 你是要這樣講嗎 天夢地獵 OK 反正就是很有火花 很有火花 然後再加上角色的幫助我們 所以讓我們很快呢 就融入那個角色 OK 那是之前 就是去年所合作的一個戲劇 後來我覺得 怎麼突然間 我又有機會可以跟他合作了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難得的 我覺得是一個天意 老天爺的安排 對 所以老天爺的安排 只有他的道理 天道 所以讓我們又重逢 所以一合作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我好像有點回家的感覺 宰哥是每個人的哥哥 對 他只要聽到宰哥 謝成君 然後每個人就衝過來 我真正體會到的時候是 我來3D的時候 那一天我拍那個形象照的時候 別檔戲的 或是別的中心節目的 一看到他20公尺以外 再衝過來 就跟我尾熊一樣 整個抱上去這樣 整個抱著這樣 所以他就是一個暖然 對 好 是 還好你們有分辨好 用我自己方法講的話 我覺得他應該會先離席 不會 我一字翻白眼 而且這個遊戲我一定輸了 不會不會 他會贏 哈哈哈哈 你喔 真的是一個很麻煩的人 不過 我偏偏愛存麻煩 哈哈哈哈哈哈 因為他有台詞 我就覺得 就像我演戲你知道 你叫我私底下的角色 我真的講不舒服口 OK 我又不是他 哈哈哈哈 人家多愛我 換你換你 你是哪裡人 新加坡人 NO 你是有台灣小孩嗎 他平常就會這樣子 他在戲外又常會 會這樣鬧我 你知道為什麼要 發明地圖這個東西嗎 不知道 因為我在你心裡迷了路 喔 想想 好啦換你啦 OKOK 我覺得這個比 我們的太子 還要難講 很難講 OK 我講得好舒服喔 你是什麼星座的人 牡羊座 你呢 我是為你男生定座 喔 其實我是天平座 我是牡羊座 我知道牡羊座 好 你再問我一次 什麼星座 你是什麼星座 喔 我問你啊 對 你是什麼星座 歡迎你喔 很煩耶 你喜歡那麼海鴻啊 我海裡什麼 等一下 你這個聲音我就軟一下 好 再來一次 再來一次 欸 想要海我啊 我海... 我海... 我海裡什麼 欸 還要這麼尷尬的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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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你這個... 你這個... 跑掉了 你一定很古董的 你不說什麼 沒有 對 你一定很古董的 對啊 因為我一起得到 多點我醒來 那兩個 嗯 你這個... 難道我們這麼沒有命運嗎 沒有 沒關係 我拖好運 為什麼 因為我的世界在為你打轉 因為我的世界在為你打轉 你可以拍他們兩個嗎 當然是很配合沒有錯啦 可是人在 媳婦在 魂不在 因為在題目上設計 對... 對... 我... 不太能玩捉迷場耶 為什麼 因為喜歡你 是藏不住的啊 我感受得到 真的嗎 好 換你了 哈哈哈哈 你看 你今天到底有那麼輕易 一個輕易 那是阿哥 喂 欸 我突然間發現到 三里有B有巨有HK 有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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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叔吧 喂 欸 劇組裡面 偶包誰最重的 喔 這個我不能講喔 這個... 知道也不能講喔 這個很傷人的喔 偶包誰最重的 哇 這個很傷人的 這個不能講 這個不可以講 那我換一個 對啊 這個不能講 那個浴池 那個浴池 你叫浴池 叫浴池來回答啊 這是好玩耶 不行 我很認真的 我第一次進來 我很認真的 我很認真的回答這件問題 講羅家好了 好吧 羅家 羅家 誰 阿翔嗎 我真的要罵髒話 阿翔是在戲裡面 演我們羅家的管家 管家 我們都開玩笑說 其實... 其實民謙哥最愛是他 真的小3是他 小3 他當然有偶包啊 他給自己來... 他會卡了金 開我喔 對 人家重播NG也不遲到 然後該他說他就這樣子 戰戰兢兢的在那邊演出來 台詞又很長 其實我們羅家 還真的沒有什麼 真的啦 我們都很慶菜啦 有一個可能才剛加進來 我覺得黃玉榮有一點點 黃玉榮 因為前世偶像團體出身的 我覺得他應該是小心翼翼 對 小心翼翼 應該不叫我 好 下一題 OK 下一題 爆料對方的怪癖 喔 來 我先講 他每次他每次來的時候 就是五金打起來這樣子 早 大家早 然後他走路會抬抬腳 因為他很輕鬆 很自在 然後他很喜歡穿襪子 穿拖鞋 對 然後他很喜歡穿那個拖鞋 是他打雨球 一直在拖鞋 你應該講那麼細嗎 然後又背個背包這樣子 對 然後就好像走K-Wall這樣子 優男這樣子 貓頭這樣子 大家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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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樣子 就跟企鵝 啊 懶企鵝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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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慵懶這樣 因為這個環境 我待了十幾年 太舒服了 因為很熟悉 跟大家都很熟悉 那因為以前 一昂檔就是 你的最 最無精打采 最累的狀況 他們都說我在電視台 走路像遊魂 因為那時候我都沒睡飽 我永遠在休息室就在睡覺 你刷牙什麼洗澡 常常都在電視台 所以就很自然就把這邊當一個家了 對 那他的怪癖喔 他的怪癖可以講嗎 你應該看不到 你看不到你也講不出來 我有什麼怪癖 我表現得這麼好 他的怪癖就是 私底下 就是因為我跟他認識 去年 我們就私底下 常常會小喝他聊天 啊那你長得太幼熟 那是大喝 哈哈 他的怪癖就是 就是喝完酒之後 那也其實不是這麼怪癖啦 他會追酒 他追酒之後隔天他就會忘記 他說過什麼話 做過什麼事就忘記了 他的怪癖就是這樣 沒有我都記得 我追酒的時候 我都會跟你面對面坐下來 我都會坐在你腿上 然後抱我們親你 他都忘記了 他的怪癖應該就是喝完酒了 其他我還沒發現 等我發現再告訴大家 還講 不能講啊 下一題沒有了 沒有了 真的沒有了 真的沒有了 非常謝謝大家的資訊 謝謝 5月3號期 每週一到週五晚上8點 就在三立台灣台29頻道 阿咳咳咳咳 對 5月3號期 每週一到週五晚上8點 就在三立台灣台29頻道 鎖定天道 隔天下午2點在 三立台劇YouTube頻道 看完整版喔 哈哈哈哈